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要带您走进空姐的世界 说到的空姐 它是一个迷人的行业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对于空姐 似乎都有一种 无限的美丽幻想 来听听周杰伦这首歌 这首歌描写的是空姐的故事 在歌词里头写到呢 登上机之后 空姐总是亲切地问候 即使没有狐狸脸蛋 那法刺飘香 就足以让人瞬间麻痹了 可见空姐的魅力呢 连小天王都无法打 我们来看看 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会发生什么样的美丽邂逅呢 在商务舱 在头等舱 服务的客人呢 通常非富即贵 资人空姐 光是靠帮乘客挂衣服的 这个动作呢 就可以判断 这一个人的财富等级了 飞上今天的秘密 我们首先来看 资人记者艾小培 何正年的报道 我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 还有我想要在充满意义环境的工作 环境里面工作 就是可以到处背的关系嘛 所以像议员能力什么的话 都不会退步等等的 对 这个行业其实是万中选一 所以相对的就是 如果你被选上 其实是有一种 无比的荣耀吧 我在想 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 打扮得美美的 免费环游世界 还有公司呢 甚至还有机会 结交企业名流 最后风光 嫁入豪门 幸福一辈子 这是空姐们 给人的美好幻想 周焦的朋友 真的有 他们还结婚生子 而且 我记得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到联合航空去 他就跟我说 他跟他老公 是一见钟情 我经过我们公司 有几个空腹员 真的就是 跟他老公 在飞机上认识的 对 然后后来就真的 就交往好一阵子 然后就结婚 好像有两对 我知道 我认识有两对 我记得有一个 日本很有名的 一个商人 他妈妈对空姐 特别情有独钟 因为他觉得 空腹员第一个 公司会筛选过 我们每半年要体检 他体内的 体格的这些 体态都要维持到 还有他的身体状况 还有基本上的外貌 当然是有一定程度以上 还有他的弹头各方面 然后他其实都在 飞机上挑选 就挑选到我们公司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变上长龙四公子 张国伟的叶鼠问 原本是长龙空姐 因为长相甜美 气质出众 四年前和张国伟 自定终身 还定张家 生了个男宝宝 虽说豪门深似海 但总有人愿意奋力一搏 挤进头等舱 这美丽的邂逅 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呢 这个黄厨多好 他就送了给他一个 劳力士的手表 那他是造价最低的 他造价最低是十万块 一个劳力士的手表 要追求其中的一位 空服员 那其他我们都是受贿者 就每人拿到了一瓶 这个法国香水 也很开心 那至于结果怎么样 那就个人各自发展了 直接追到那个 他飞的地方 比如说飞到巴黎啦 或是意大利啦 然后他直接追过去 然后就是 也许还有这种求婚的方式 就是直接带钻石啊 然后飞到巴黎或什么 然后就跟他求婚这样子 非常有钱是矽谷 美国矽谷的工程师 那他要就是 请我同学说 请我学生说 如果你不要做的话 我就买一栋别墅给你 买在美国戏谷的旁边 我的妈 就是几千万的房子 就要买给他了 笑容可觉的空姐 对男人来说 有一种难以抵挡的制服魅力 就算在演艺圈 看过无数俏丽美家人的男艺人 对空姐有时候也无力抗拒 看起来就是眉清目秀 然后就是 就是很中我的胃口就配了 可是呢 因为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都坐在旁边而已 然后我就觉得 要不要给电话 要不要留电话给他 飞机在准备行李之后 就是他又出现了 然后又开始犹豫 要不要给他 要不要给他 最后还是没有给成 已经灯都关掉 晚上在飞机的时候 灯都关掉了 他看我没睡觉 在看电视 他就过来讲说 你要不要吃一碗泡面 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或者额外 就是给我一些多的零食啊 什么的 其实也是有蛮多追求者的 那可是呢 他们就会用那种 比如说 他们开什么传播公司啊 然后觉得你长得 蛮像明星的啦 你要不要来我们传播公司 当明星啊 就是会用这种招数你知道 然后要留电话干嘛的 地址条留名片 这还算含蓄 但是大一点的情场高手 表白的方式通常很直接 不啰嗦 最疯狂的就是 他就主动就买好了一张 我们公司的 头等上机票给我 就来回这样子 然后请我去美国玩这样子 客人就跑到厨房来 跟你两名来 就跟公姐搭讪 那这时候我们男生就要出来 帮助一下 然后就 我曾经碰到一个 就一直跟他搭讪 我就说 有什么事吗 我是他的男朋友 他们当然就撒着 没事没事 只是要点饮料喝一下 就解救一下 让他们 被拒绝了 摸摸鼻子乖乖回到座位做好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但也有人一举搭讪成功 甚至因此成就了一桩美丽的姻缘 外形方面 空姐是也有要求了 所以他们都是说挑选出来 那我们就是比较幸运 人家挑选了优秀的 我们就直接就来了 我们这就是 这等于说 他们已经经过了 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挑选 所以我觉得 可能就是我们运气好吧 空中结缘的浪漫爱情故事 太梦幻了 不过当空姐找对象 恐怕不是这个工作 对女孩们的最大有因 环游世界啊 就是希望可以环游世界啊 因为每个人 我相信其实80%以上的人 可能都会希望环游世界 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 最大的梦想嘛 就是希望可以多认识一些人 因为你就是透过这样子 你会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他们工作大概六个月以上 如果你有一天突然不想做了 你想回家 公司一样可以保留 你只要回来interview 一样公司可以让你回来 想要加入豪门的第一步 当然是要能够辨别谁是真豪门 资深的空姐们看多了 往往第一眼就知道 而最简单的指标 就是能够搭商务舱的客人 通常非富即贵 这是一定会有的 当地的航空公司 它一定会把比较好的机会 留给他们当地的人 可能就是当地的人 他会比较容易抢得到这样子 我一定在经济舱 通过两三年的经验之后 我在受过一个training 可以服务商务舱 或是头等舱 是一道一道慢慢来 人家还有鱼子降好不好 一道一道慢慢来 说你的procedure都要很了解 而且还要倒酒 那倒酒要倒得怎么样优雅 不要沾到这个杯盐 那有完整的训练 说外套上面的logo 比如说他们日本有一些赛马协会 什么那些议员 又有特殊的一个 就是类似什么别针之类的 那你看到上面你就知道说 这个身价非凡是议员级 行李箱上面的tag 通常会有一些颜色的区分 比如说黑色 金色 银色 就像你的Visa卡一样 即使你不用看那个tag 光看那个行李箱 你就可以知道 通常通常客人的行李箱 一定是名牌的 而且是也不用他自己提 不过即使有机会 跟上流社会的名流接触 嫁入了豪门 但也不是每一段恋曲跟婚姻 都能够有个幸福快乐的结局 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嫁到马来西亚 一个很有名的家 很有钱的一个富豪家里 那些媳妇 大媳妇 二媳妇 他们就会开始比来比去 最后他们都会用一种的心态说 你只不过是一个服务员 这样去攻击他 有客人带着我们的同事 就到海边说 这所有的船都是我所有 然后每次来接他的时候 是开不同的名牌轿车来接他 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他只是一个岸边的管理员 他就是专门是 利用他做商务舱的机会 然后长得也不错 大概也多金就开始结交一些些空服员 他到他家的时候发现 他家非常有钱游泳池什么都有 最后到交往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远近了吧 那个男的才跟他 他的父母才跟他讲说 你只是空服员 基本上只是一个服务员 不适合嫁到我们家来 那当然也有很糟糕的例子 就是以为自己加入豪门 之后不是豪门 就嫁过去 他的婆婆就把这个佣人给辞退了 除了嫁豪门 不少空姐们因为工作的关系 和帅气的机长日久生行 这也是常有的事 其中还有一个同事 嫁一个华航 我好想知道你电我号码 你会不会给我 这样子 机长说 你说什么 他说记不住就算了 这样子 那机长真的记住了 然后打给他 两个就约出去了 然后后来结婚了 那这个美国是 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 非常有钱 是戏骨 美国戏骨的工程师 那他要就是 请我同学说 请我学生说 你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就买一栋别书给你 他的偶像是 Nikolas Cage Nikolas Kaj 然后他说 他就在那当下 就遇到他老公 就长得跟 Nikolas Kaj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 就因为就这样子 一见钟情 就后来结婚生子 然后到现在还是 还是在一起这样子 那这个男的穷追不舍 外国人就追到他的国家 那个航空公司的国家 就是在香港 追追追到香港 他既然在机场 拿了大树花下跪 就是他就是回来 Lentine之后 就下跪跟他求婚 每个都在想说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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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真的就 嫁给那个男的 一个法国人 就真的就嫁了 嫁了不到一年吧 我这朋友就怀孕了 快要生之前的前一个月 这男的就是 我得要给法国 去办一点事情 就从此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空姐经常飞来飞去 上班的时间 地点都不稳定 这对维系一段感情来说 是很大的变数 第三者介入了情节 在空姐们之间是石油所闻的 他总会担心说 我不在的时候 我男朋友在干嘛 那有时候stand by的人飞走了 就男朋友跟另一个stand by 没有飞的走了 比如说我今天排的 Duty是这一个 L赛的那个位置的客人 那偏偏这条路上 有一个客人是 你一直想要服务 或者说你认识他 或是你不认识他 可是你很想要去认识 这个客人 那你就跟我换Duty 说我跟你换一下 我要服务那一赛 你跟我换一下 你走R赛 我走L赛这样子 那我说没问题 你几号我先看看 我如果自己也想要的话 就不让你不要干笑了 就是说可以switch一下 比如说他常常服务那客人 常常搭他的飞机 那今天刚好他的位置 不是在他那个范围 他就会去跟其他的姐妹们说 拜托换一下位置 我想要跟他讲话或什么事 空姐的空柱 看似光鲜亮丽 环游世界令人羡慕 但是凡事都有一体的两面 国外线的空姐们 他们经常在不同的城市过夜 有的时候住到这种历史比较悠久的老旅馆 在心里头不免是感到毛毛的 学姐们通常对于这个新进的学妹 都会耳提面命 比方说在进旅馆之前 你得先礼貌性的先敲门 然后随身携带平安符 那么对于流传在空姐之间的这些禁忌呢 那么大家通常都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千万不要太铁齿 我们继续来看空姐之间 不可思议的灵异传闻 资人记者艾小培何正连的报道 一架飞机飞上了天空 在幽闭的空间里头 什么恐怖的突发状况都可能发生 但不论如何空姐空少们遇上了 都得要临危不乱的应付处理 那最近其实很多有客人死在飞机上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些年纪很大的 这些早期逃出去的人 他们为了落叶归根 回到这个地方 那他在飞机上其实就 很安详地就睡到位置上 喂 需要什么服务吗 我没有按耶 那客人明明没有按服务领 他走过来说请问你要需要什么吗 他说没有 他说我没有按啊 然后他说他可能有一次 自己看出来怎么样回去 可是没有东西 又按了一次就同一个位置 就跟人说我真的没有按 你不要再来问我 空空间觉得怪 开始觉得怪怪的 然后他说真的看到那灯是亮的 那个人说你们是来第三次 不要账务我没有按服务领 就说这个飞机之前 就我们就反问他说 那这飞机是不是之前 有问过一些什么遗体或什么 他并不知道说他 其中间还没有下去 他去看也就被卡住了 我被卡住就这样死掉了 飞机就算勉强的降落 但是他还是死掉了 一两年之后 他还认识这个机师 机师突然出现说 等一下你们这个飞机会发生一些问题 然后我又认识你又出现 忽然跟我讲这个话 他就很害怕 他根本是一直发抖 没有办法起来 就是说因为机上里面还有打电话 英特空机内的电话 他没有办法打电话跟机长说发什么事 飞机摔成两段火势猛烈 2010年8月 这架坠毁在黑龙江一春市的河南航空班机 夺走了42条人命 因为每次发生空弹之后 所有的飞机的那个代码都会改掉 只要到那个黄昏的时候 民国那般 大家就开始蒙请假你知道吗 整个请假请着 请着这样子乱七八糟 然后大家都开始抓空服员 赶快去飞 大巴开杂志 还有那个持报头看 还有什么国家报道 他们常常画那个 一个飞机在飞 底下好多手在那边抓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画面我记得好清楚 就觉得因为那个机场出生过 就死了这样200多人 就会要抓那个替死鬼 飞机上传说了灵异故事 空物园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因此很多人都会随身携带平安符 包括我自己 你看我随身携带这样子 可能快二三十年的这个 空服员的时候的这样子的符作 都还在 好久以前的一个牵手观音 这是什么时候在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花莲空难的时候 那有一次空难之后 然后大家就会害怕 就在那边在机场 在那边讨论事情 然后有一个机长 他本身是有修行的 他说你们不要怕 我就一人给你们一个 你们只要在睡觉的时候 放在床头 到了异地的时候 有些跟我们缓一些平安符 然后我们有些同事就说 我来放大杯水 大杯水就 面过大杯咒 很多次的大杯水 那就是说 你到了那个 check in hotel里面 在饭店 有时候是饭店 人家都会 就连那个导游领队 有时候都觉得说 有些饭店是比较不干净 睡到一半 好像有人在摸你 这些东西的 那就很害怕 所以在check in之后 他就先用大杯水 把它撒一撒 也许中邪或不舒服的这些状况 他们也会带我去那边 我才知道他们在那边去会 然后他都会给他一个清淨符 其实我现在房间也还有那个清淨符 反正有些事情 我觉得林可欣其有 就是一套一个平安 那很多空服员会把那个清淨符 烧了 跟米化成水 加一点盐巴 然后装在罐子里 那个浮水只要放一点点 再加入水之后 它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子 他们在上飞机前 就会拿那个水到飞机客厂去喷 林毅传闻听多了 难免心里头会毛毛的 但不是所有的林毅都可汗 有些故事 其实会让人听了很心疼 很不舍的 各位贵宾 你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免税商品的售卖 接上 就那天我上去休息的时候 是三个座位都已经睡满的人了 就是人在休息 椅子上面也有人在休息 只是一个空的在上面 那我大概就爬上去了 那爬上去的时候 然后后来大家开始休息 然后大家时间到了 我们大概有来休息 大概两小时吧 有一个人他已经发现 他自己已经睡过头了 就他也急于看大家都走了 他就赶快要从那个很窄的楼梯 要赶快下来 就一下来的时候 他就在听到有一个声音 你知道吗 明明就没有人了 他听到有声音 那声音是说 快走 快走 就在飞机上有一个学姐 她是因为阴工训职 就应该是那个资深的学姐 还在工作 所以叫她快点 离开之前 心理上一直挂进 她并没有把这个女生处置好 那时候她出病的当天 我们班 我们班都男生嘛 派了就四个很健壮的 就空服员很高大 去帮她抬她的领旧 然后在抬她的领旧 那个当时 怎么抬就抬不起来 怎么抬就抬不起来 同学就低头就跟她讲说 摸摸摸 她说你女朋友是不用担心 我们大大都会去帮你去 包括你的小孩 我们都会协助去帮她 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讲完之后 砰 她就起来 就很顺利地就出去了 习惯照顾人却不习惯被照顾 因为工作的关系 睡在不同的城市 行在不同的城市 漂泊已经是空姐生活的一部分了 因为独立惯了 一个女孩在外碰到什么状况 都要自己面对 其实我的同事就有一次住 就决定房一个晚上住 就是怪怪的你知道吗 就她就觉得说 到底是什么问题 想换房间 没有房间可以换 结果她就起来 都摸摸 吸摸摸你知道吗 就她好像在卸妆的时候 那个盖子掉到床部底下 她下一个床部 哎哟我的妈啊 床部底下有一碗米 是不是在那边卡片 你知道看到那碗米的时候 你知道就吓坏了 我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就后来那个柜台人才讲说 好像是之前有人在里面 也是自杀 然后在里面消 就是做法 然后那个米是把师讲说 好像要先把它放在那个下面 没有拿走 你知道吗 还有我的妈 脸也搞鬼包 不管遇到天大的事情 空姐们都被要求镇定 至少要做到故作镇定 然后机长不知道是 他是睡着了还怎么样 他整个下降的时候是整个蹦 就是整个飞机是整个 这样弹起来 呼吸的呼吸器 他整个全部掉下来 他那有点像是晴空乱流这样 然后连那个空姐就已经吓到有点 是吓哭了 他的餐盘飞上来 就这样飞上来 然后所有人就这样 就所有人就像云霄飞车一样 所有人就吓哭 然后那个空姐就 然后就跌 就有点弹起来 然后啪 跌在地上 就在他前面送餐 他就有点腾空 然后摔下来 砰摔在地上 然后开始哭 然后就一直嘴巴一直在讲 说什么不舒服或什么的 旁边就是驾驶员 然后后面大概只有四个位置 就是他的气流的问题 会导致你必须得这样上上下下 而且那个速度好比说 例如你本来在15楼 你突然间变到到8楼去了 然后吓一跳 然后没事